我们看下面这段 彭激青居士 心圈方便 入府法障 就近平安 三居易懂 缺泻净土法门 菩萨一切所行 不离方便 以方便故 趋于净土 得常见佛 以见佛故 文法修行 入府法障 圆满决心 就近平安 若无方便 无量法门 终不成就 彭激青居士这段话说的 那行全方便 善巧方便 都有智慧 没有智慧 做不到 要有智慧 那至少得有个清净心 为什么呢 清净心 神智慧 心里头 决定不能有 繁杂 任务 所以古人修行 一定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 中国古时候 如是道三家 学习的环境 都是原理 城市 多半都建立着神圣 人极 汉智之处 真的能见到这 学习的人 多半都好几年 不下山 十几二十年 不下山 有少数的 一生都不下山 他在那里就成功 修成了 睁开悟了 那下山是为什么 下山是为弘法 也是有缘分 有人来骑擒 这下山 没有人骑擒 他就常住山上 不下山 映光大师 这是近代的 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他住在 葡萄山 三十年 在寺庙里分开 他的工作 是管理 藏金楼 他在藏金楼 就住了三十年 有这个缘分 每一天去约葬 读书 七十岁的时候 才被几个居士发现 因为几个居士 到 葡萄山 就观光旅游 跟映光法师 不起而遇 居士提起一个问题 向老和尚请教 解答的 他非常满意 认为 这是佛门的大德 回去之后 写文章 在报纸 杂志 这样大家知道 知道有个 用光法师 那么去访问的人 就越来越多了 他就变成名人了 七十岁之前 没有一个人 晓得他 教内教外 都不知道 他老人家 七十岁 被人发现 八十岁原籍 他鸿发立身 只有十年 十年的影响 在这一百年当中 无论在家出家 没有一个超过他 那什么原因 急得太糊了 就后急不发了 三十年的时间 自己读经 学习 万年 专修 进度 他选择的 没错 给我们做了好保养 老和尚 同宗 同教 邪秘 远容 你看到大部分问题 善巧方便 所以 彭基金句子 说这三句经文 全是 净土法门 啊 菩萨 一切所行 不离方便 没有善巧方便 就不能修 菩萨心 修菩萨心 一定 活活泼泼 啊 以方便 故呢 去与 净土 常得 减负 这个方便当中 无量的方便 就是 因为你有机会 天天减负 啊 我们今天没有机会 天天减负 要怎样 天天读经 读经就是减负 读经 学教 经典里面教会 我们认真学习 这是 不离开佛陀 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就清净 弥陀地报神了 啊 永连不离开他了 这是多大的福报 一进佛固啊 文法修行 入佛发藏啊 啊 这才能入得了啊 啊 圆满 决心 究竟 必然 真的 究竟 圆满的 大半裂盘 啊 啊 若无方便 无量行门 终不成就 啊 方式方法 便是便宜 合起来讲 最实陆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最殊胜的方法 这个方法 没有一定 因人 因人 不通 因环境 不同 因室 不同 啊 我们通常 讲 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 人事环境里面 有善 有物 物质环境里头 有善 有腻 你都能适应 这就叫方便 你有方法 你有善 善 通通能适应 不妨碍修行 善 善 公身 不但不妨碍 还成了成就 啊 逆境物源 变成了 增上云 无论是顺境逆境 都帮助你提升 善云物源 也帮助你提升 这是智慧 这是 得能 这是善 善 方便 啊 如果 不能适应 麻烦就打了 不能适应 去找一个好环境 可不是那么简单 到哪里去找 如果能适应 处处都是好环境 不能适应的话 处处都是 都是障碍 都成了障碍 啊 所以古人说的好啊 静云 无好丑啊 好丑 在自己的心 这话是 欧耶大师讲的 是不是 这话是 何咱们 遇见